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Subdivision and Government Control 这一章在讲的是 土地的细分法则 地木 每一块土地它到底要怎么运用 它是农业用地 它是商业用地 它是住宅用地 还是它是工业用地 那这个用地的区分 要有区分的方法 这个课本里面呢 最主要是讲 我们有一个专有密词 叫Zoning 叫地木法规 那我们就来仔细看一下 我们课本所讲的内容 第一段叫Doctrine of the Place Power 一个什么叫Place Power 公权力 它的一个定义 我特别讲的这个公权力呢 指的是在房地产上面的公权力 你可以对照你现在后的课本来看一下 什么叫Place Power呢 它是一个考题 Place Power is the public official right to make ruling to control the use and taking of private proper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ublic health, safety and welfare 就是说什么叫土地上的公权力 它是制定法规 怎么去运用 怎么样去使用 私人的不动产 使用的这个法规呢 最重要干嘛呢 保护公众的利益 安全 健康 这个叫Place Power 例如说课本里面当然讲了说 这种公权力的包括规范的环境的改善 地段设计上的法规 或者说这个公权力规范的说 在这个社区里面呢 我们要有怎么样的停车设备 我们要怎么样的路 我们要怎么样的街灯 或者在这片土地上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噪音啊 或者是一些使用水上面的净化 这个课本后面的detail内容 你可以仔细去看一下 好 里面有下面呢 有两个考题 虽然不是那么长考 但是也考过 The Basic Subdivision Law 就是说细分法则 一块土地呢 我们知道开发商 在开发土地的时候都一大片 对不对 这一块大片土地在开发的时候 一定有它的规则嘛 能够开发成什么样子 能够切根成多少块的土地去利用 那例如说我一大片土地 我里面可以盖3000栋房子 还是盖2000个retail store 还是盖1000个warehouse 这个必须根据我们政府所立下的法规 而什么叫subdivision呢 这个定义各位要知道 就是切割 以后如果你有机会呢 你成为开发商的时候 买下一大片土地 首先你就要做分割 它的定义是 A subdivision is a parcel of land that gets divided into smaller parcel 把一大片的土地 切根成一小块一小块 这个就叫subdivision 那subdivision下面呢 有两个考题 这种细分法 它有两个法律 主要的法律 第一个叫subdivision map act 要画下来 是由地方的city or county去执行 它是使用在two or more lots or parcel 用在两个以上的土地 或 parcel的规划的时候 第二个叫subdivided land act 是谁来规划呢 bureau of real estate 那么它是用在five or more lots and parcel 五个以上的土地规划的时候 那sub 我们来分这两个 系数这两个的difference subdivision map act 是怎么样呢 the subdivision map act gives local government entities control over the fiscal design of a subdivision 它的主要目的 这个法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说 当你要在盖这片土地 那你要分割的时候 你必须符合政府 当地政府跟county的需要 它后面又写了一段话去补充 filing subdivision map is to ensure that parts of the subdivision area for county or city's public purpose 如果你在做这块土地的规划的话 的时候你必须配合当地的 县市政府的整体规划 而去发展 就是说我要开发这片土地 那不是我自己高兴怎么开发 又怎么开发 我必须配合整体当地县市政府的 这个整体规划案 一起来开发 这叫subdivision map act 再来我们去区分subdivided land act 它里面这个也是考题 把它画下来 它干嘛用呢 Protect people who purchase property in new subdivision from misrepresentation flaw or deceive from the marketing of subdivided lots condominium parcel or other undivided property interest 它的目的是在于 新分割的土地的时候 如果有人去买政府为了怕这些人被骗 所以它制定一个法规叫subdivided land act 我把里面关键字也用下来 用在什么时候 new subdivision 用在新的分割的时候 有人要去买 对不对 那政府怕你被骗嘛 因为你才分割而已嘛 你不晓得未来到底盖成什么样子 所以在这个法里面 严格去要求建商 把你未来要真正形成盖好的property detail呢 这个详细的陈述给买主 然后避免买主被骗 懂得这两个东西的区别吗 刚才那个法案是 我是要开发 我必须配合当地县市政府整理规划 下面这个法案是说 我要买一个刚刚新分割的土地的时候 那么政府为了怕这个买主被骗 所以立下法规对subdivider做了一些严格的控制 这两个东西你要区分清楚 好下面他又讲到public report 当我在做细部土地开发的时候 那么我要一个公开的说明书嘛 让大家知道我在做什么 那这个公开的说明书呢 这个又分成两大类 第一个我们叫preliminary blue report preliminary public report 初步的公开报告书 那这个初步的公开报告书呢 有一个重点 他最主要干嘛呢 那画下来 the only thing the preliminary report allows is for subdivided to obtain reservation 他最主要是 让这些做土地规划的开发商 能够去接受这个订单预定 the deposit is fully refundable and it cannot be sold 那这个我们事先去缴 因为他还在规划而已嘛 他还在做分割嘛 所以呢我如果是买主 我缴的这个deposit 到时候呢我可以完全 完完全全的退回 如果不符合我所想要的 那一般呢 这个开发商呢 发行这个preliminary report的时候呢 will expire after one year pass or the final report is published 通常他发行公开发 说明之后一年 这个report就失效了 或者呢preliminary public report 后面有个叫final report 当final report就真正完成了 已经detail全部都完成的时候 当他发行的时候 前面这个先行的公开报告数呢 就基本上就自动作废 所以如果各位有机会去买 这种新开发案的subdivision map 就是说新开发案的这个规划 到最后呢他就要给你这一份 叫做the final public report 一定要给你这一份 即便你有了preliminary report 他最后还是要给你一个final report 好 再来呢我们来看到一个subdivision defined by law 这边有讲到一个东西 考的也不多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 它有一个叫land project 什么叫land project 它有一个定义 不是说只是土地的开发 我们就叫land project 它不是喔 它的定义是什么 a land project is a scheduled subdivision 这个概念你要了解一下 什么叫cid cid is a project where there are common area used by all expecting separate interest for the use of individual living unit and managed by a non-profit association 这段话先把它画下来 举个例子来讲各位会比较了解 像你家呢 如果你去买condo 对不对 condo一大片的这个土地 上面可能盖了300户condo 那么300户condo呢 他们共同的使用了一个游泳池 对不对 他们有一个共同有花园 对不对 那这个游泳池花园的权益呢 是300个住户 平均都有权益 平均都有权益 所以呢它的定义就是说 有common area 就是公共区域的管理 而且这个公共区域管理是由谁管理呢 是由这个社区委员会 一个non-private organization 他们去共同管理 你一样拥有你的产权 可是呢 对于这300个人来讲 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产权 但是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区域 我刚才讲 例如游泳池 例如公园 这是你们共有的区域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持有的不动产 我们就叫CID 叫做Common Interest Development 叫CID 在CID里面 它讲到四种形式 叫PD 第一个叫PD 第二个叫Community Appartement Project 第三个叫Condom Medium 第四个叫Stock Corporate 四种模式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东西呢 我基本上不太见它考过 所以我略过 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detail去看一下 好了 那再来呢 你们也可以看到白色课本的45页 Zoning 地幕法规 因为这个课本呢 有点mix 跟前面有点混淆 所以我把两个教材呢 合并一起讲 四十五页 Zoning 地幕法规 什么叫Zoning Zoning 中文 我把它翻译 就叫地幕法规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 土地 我到底做什么用 这片土地 我到底是盖工厂 还是盖住宅 还是盖商用地 那谁来规定 就是有一个法 我们就叫Zoning 所以你看它定义怎么讲 Zoning is the city or county exercise of police power Routing are made to control the use of private proper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ublic health satty and welfare 这个又重复了刚才的考题 地幕法规 是地方的政府 城市或郡 用来执行的一个公权利益的法规 通过控制私人财产的使用 来保护公众的权益 这个叫地幕法规 那下面来一个考题的 叫Dang zoning 这个考过 考过 Dang zoning means the land will have less use density 就是说当它使用的密度降低的时候 我们就叫做Dang zoning 好比说 我们这块土地 本来是商业用途 它的价值性比较高 那我们把它变更成 住宅用地 那么价值性就变低了 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就要Dang zoning 再来呢 又来考题了 Symbol of zoning Zoning有代号的 这个蛮简单的题目 第一个A A这个字呢 是agriculture 就是农业用地 所以以后各位 你去买不动产的时候 你有看到很多房子看起来好大 那个地好大 你就觉得很值钱 观念错的喔 像你看Rawang High Rawang High 有没有人住在Rawang High 没有 一位 Rawang High呢 在Pathfinder的南北 紧临着Pathfinder 你有看到很多的房子 地都非常大 很多人在那边养马 那个地呢 有可能都有几个acre 甚至有十几个acre 就一个房子 为什么那么大 因为它的地木 它不是R 你看我们课本里面 还有一个R R是什么 R是resitential 住宅 一般现在住宅用地 都没有那么大 因为它是A 它是农业用地 所以它感觉特别大 所以我们在上面盖的房子 叫什么 叫农舍 所以即便那土地那么大 你说那有十个acre 一个acre 各位知道是多少尺 对这是考题 一个acre是43560尺 那十个acre是43万尺 你43万尺 你说那我随便盖个 1万尺的房子不为过吧 不行 因为它的zoning是A 所以呢 它对农舍的建筑面积 有一个maximum 有一个很大的局限 不然你这个地不得了 40万尺50万尺 你说我盖个5万尺都不为过嘛 对不对 不一样 所以各位要记得 有时候包括你以后 如果有机会你做贷款 或者你买房子 你有时候就觉得 哇这个地方好漂亮 好大 11个acre 30几万太便宜了 我把它买下来 结果你会发现买错 因为它地幕 在A的部分呢 相对来讲 它比R比较不值钱 所以如果从R变成A就叫什么 就叫down zoning了 对不对 好 再来C commercial 商业用地 再来M是manufacture 工业用地 再来Peace Park 再来R是residential 那residential里面呢 你看我课本上 黑板上我特别补充了一些新教材 它分R2 R1一直到R5 当然你现在你可能用不到 你是大概了解一下R1 就是我们在讲 一块土地上 只能盖一栋房子 我们叫R1 R2呢 就是一块土地上 盖两栋房子 那一块土地上 盖两栋房子的R2 跟一块土地上 盖两栋R1的区别在哪里 Fo是两栋房子 R2跟R1的区别在哪 它的区别在于R2 这块土地上盖了两栋房子 只能在一个人或一个公司名下 它是不能分割的 懂吗 R2上虽然有两栋房子 你说前面那栋我就卖给某甲 后面那栋我就卖给某椅 这个是不可以的 它是不能分割的 一块土地上盖两栋 R3呢 是什么意思 一块土地上盖三栋房子 不能分割 那R4跟R5就不是那个意思 R4是 Higher Density Multiple Dwelling with Certain Square Footage 它D跟R5呢 就跟刚才那个模式比较不一样 像R5呢 最主要是用 你可以盖Motel 或High-Rise Apartment或Condo 各位一个观念 如果说今天通常我们在讲 四个以上的Unit 我们就不叫Residential 我们现在这个R全部讲是Residential 可是呢通常我们在讲 Commercial只要四个以上 我们就规划叫Commercial Property 所以 例如说Apartment跟Condo的区别 如果今天呢 那个单位超过四个以上 我们就叫Apartment 一般市场会分 四个单位以上 所以我们Residential包括你在做贷款 我们最高最高做到四个Unit 五个Unit以上 我们就不算住宅贷款 我们就算商用贷款 这个大概了解一下 好了下面这个又来一个考题了 这个考题也长考 你讲到这个我就觉得老外跟老中真的有关系 你看它英文叫什么 他叫Non-Conforming Youth 又叫Grandfather Claus 这个把它画下来 你翻成中文叫什么 你爷爷的法规 没有听过 这你爷爷的 所以我说老外是 绝对是从老中过去 你看写法规的跟我们有关 为什么不叫你奶奶的呢 叫你爷爷的 你看他 他怎么写 A profit that is not used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zoning but which existed legally before zoning change were enacted 就是说像各位你有没有在那个 哈森达海七街那边吃过一家那个拉面店 吃过吗 对吧 知道吧 旁边还有一家日本餐馆 那个叫什么 这房子 也很有名 有机会各位可以去吃一下 很好吃 很好吃 对不对 你看那个店面它来开餐馆 餐馆开餐馆是不是商业用地 对不对 可是你看那附近盖的都是什么房子 都是house 那你说这么多都是house 只有两个店面 那就很奇怪啊 为什么 因为他爷爷的 祖上有积德 他那个房子以前就只是房子 在这个中里没有改变之前呢 他们就在那边做生意了 所以他留下来这两栋建筑 他虽然在住在用地上 但是他可以使用商业用途 懂得这个法条的意思吗 捏的法条 就是你的以前在我们zoning 在我们的地幕 还没有规定这个做什么的时候 你就已经先做了这个事了 所以后边即便我的地幕法规定说 这边只能盖住宅用地 但因为你的店面已经是一个存在的事实 那么我还持续让你使用 我把它背下来叫什么 non-confirming use又叫grandfather clause 好 再来我们看到后的课本这边有 housing building and health law 关于建筑上的一些基本的法规 里面 有一点 长考 他写的是什么 construction regulation under this law are handling or enforced by local building inspector 就是这一题我自己在考试的时候我考过 就是说在地方我要盖房子 那么我必须遵循地方的建筑法规 那这个建筑法规是由谁去执行呢 就是local building inspector 好 再下来又来一个考题 叫eminent domain 中文就是什么 土地征用权 involuntary conversion is the right of the federal or state government to take private property from a landowner for the public good the use of the right of eminent domain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condemnation condemnation那个字把它画下来 这两个字是等号 一样都是征收的意思 condemnation 画下来 又叫做eminent domain 基本上就是土地征收 被政府征收 因为政府他有他的需求的时候 从私人的土地呢 给你一些补偿 然后把你的土地加以征收下来 好 再来我们看大标是fair housing law 这个fair housing law里面最主要讲的都是 在房地产相关的交易过程中 那么我们要避免歧视 好 第一点 这个也是考题叫 unruth civil right act 法规 percipt business establishment from discriminating on the basis of sex race colour religion ancestry national origin disability or medical condition 在商业机构呢 不可以因为 例如他的种族 他的宗教 他的国籍等等原因 而去歧视他 这个叫unruth civil right act 你把那个重点是叫discrimination 歧视 这个也是他一个关键字把它画下来 后面呢又来一个考题了 这个叫什么叫fair employment and housing act 你很容易误解 你说employment 就是在上班啊雇佣员工不可以歧视 其实他不是喔 千万记得喔 这个fair employment and housing act 最主要干嘛呢 他避免 prohibit people 保护人民不被拒绝 refuse to sell rent or lease on the basis of race, color, religion, sex, family status, national origin, ancestry and age 不可以因为他的年龄 他的性别 他的种族 而拒绝 去卖 去租 去卖 卖或租不动产给这些人 我卖或租不动产给人 我不能有特定的选择 我不能歧视 这个叫fair employment and housing act 千万记住喔 你不要看到employment 以为是受雇的关系去歧视 不是 是卖或租不可以歧视别人 再来我们看第四点 叫housing financial discrimination act 里面有三个参考的题目 非常参考 第一个叫redlining redlining是什么 我贷款机构不可以因为地区的歧视而拒绝贷款 例如说某某county 那么我们觉得这个county呢 比较穷 比较落后 那么贷款机构呢 当这个地区的人民来申请贷款的时候 贷款机构说不行 因为我觉得你那个地方平均来讲 居民的数值收入不够高 所以我拒绝贷款给你 这个拒绝贷款 我们就叫redlining 因为地区的不同而拒绝贷款 我们叫redlining 好我们在下面又看到一个重要的考题叫steering steering是这个字呢 单字都就好像方向盘去转它 对不对 那它代表什么 有客人 他说我要买在某某city 那么你跟客人讲 那个city不好 资安不好 地方很乱 我们不要买那边 我们买V city V city比较好 你试图把你的客人方向去转 转到你认为对你有利的地方下去买 就是改变 试图用你的力量改变客户 在买的时候 在买的时候 跟他讲这边不好 去买那边steering 是买的时候 记住 因为他会对照另外一个考题 叫penic selling或busting 或penic paddling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讲的是卖的时候 你跟客户讲 你现在你们家住的是这个city 来了好多好多程度很差的人 你赶快卖 不然你们家整体的房价会跌下去 而且你们家整体的环境的自然会变不好 他用的在什么时候 用的是在卖的时候 所以这三个东西你要分清楚 redlining是在讲贷款 我不能因为地区性的不同 而拒绝贷款给你 steering是说 我呢 诱使你去买另外一个地方 我认为好的 这个地方你想买 我跟你讲不好不要买 对不对 penic selling讲的是卖 我跟你讲 你赶快卖你家房子 因为你家的房子呢 这个周遭环境进来的很多呢 品质比较差的人 或环境变烂了 你赶快卖 有点胁迫 胁迫他 吓他 penic这个就有点胁迫吓他 让他赶快卖掉 这三个呢 是比较性的考题 好 我们再看到 如果你有白色课本看到47页 Other regulation 其他的 其他的 在这个章节的其他的法规有什么 第一个叫 Libus Pan Disclosure 画下来 有一个关键字 1978 再讲的是说 在1978年以前的房子 因为他的油漆 可能含铅 所以呢 只要我们的房子是 在1978年以前盖的 那么我们在卖房子的时候 必须给他一份报告书 叫 Libus Pan Disclosure 然后你再 也要对照那个 后的课本去看 第二个叫 Geological Hazard Zone 是地质灾害区 那我这个不曾考过 他最重要的内容在讲说 当我在买卖这个房子的时候 这个房子是不是在一个断层带上 他有一个report 就叫Geological Hazard Zone 好 第三个呢 如果是Earthquake Zone 地震区的话 他有一个 一个 一个zoning的特别区的 这个调查报告 叫什么 你可以稍微画一下 我不曾跟他考过 但我觉得你可以画一下 叫 Orquest Parallel Spatial Studies Zone Act 这个法规呢 是如果你今天真的盖在 这个地震的断层带上 那么 你就必须符合 刚才这个讲的叫 Orquest Parallel Spatial Studies Zone 他干嘛呢 Controller Development In areas of hazardous Earthquake Fault 好 这张的内容并不多 我就说 最后的Chapter 12 跟13的内容不多 基本上我刚才已经go through 好 今天 就到这里 结束 谢谢 三四 巴大 勿行 转 burned 一点 太平衡